着眼未来掌握新机会 大家假日愉快 欢迎收看科新闻 我是婉伦 节目首先记得帮我按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PCB族群自4月以来 股价超越大盘表现 在今年伺服器成长放缓下 整体的资本支出依旧处于下行阶段 至于车用则是另一个带动PCB产业的成长动能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主要产品应用都搭上这两大趋势的新兴 是全球第六大车用PCB厂 虽然营收表现不如去年 不过4月低点以来股价却上涨超过三成 外资法人预计新兴下半年表现回升 另外 见顶也通知伺服器应用与汽车的PCB厂 除了是全球第八大的车用PCB厂 主要产品包括车用雷达 车用通讯 车用导航系统等 去年的车用营收 占比从两成提高到近三成 虽然自5月以来遭多加外资降频 不过股价跟成交量是双双上涨 投信也持续买超 你们认为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哦 客新闻 我们下回再会 拜拜 拜拜 哦 烦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每天马上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谈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之根本 在到实地则荒产业 必在收看频道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财收看 让你赚进第二份薪水 漂亮 漂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